你是否深陷恐惧 所以产生恐惧的基础是什么 一天天然气公司的两个工人去抄表 他们把卡车停在巷子口 就开始沿着小巷挨家挨户抄表 两人中一个是资深故宫了 另一个是新聘的年轻人 他们走到巷尾的最后一户 一个女人在屋子里隔着窗户 看着他们抄表 他们抄完表 年长的人说 现在为了证明年龄 不会妨碍我跑得比你快 我们赛跑回到卡车那边吧 看看谁先到 他们就开足马力的跑起来 等他们到了停卡车的地方 就停下来了 就在他们背后 那个女人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了 看起来想努力地追到他们 二人回头看到他 就问道 你为什么追着我们跑 他说 我刚在看着你们抄我家的表 看到两个天然气公人 这么不要命地跑 我觉得我最好也跑吧 恐惧的一个面向是 他是被培养出来的 他是传染性的 他在人群中滋长 但是即便要让他在人群中滋长 首先也得在一个人的内在点燃他 假设你是地球上第一个人 显而易见 那时候没有建筑物 也没有购暖系统 突然之间天气变冷 开始下雨 你全身湿透 然后又电闪雷鸣 森林大火 黄蜂大作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这一切从何而来 将去何处 这时候在你内在出现的第一个东西 就是恐惧 因为你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的石墨 即便现在现实依然如此 你这具渺小身躯 存活在这广大的存在中 时时刻刻处在威胁之中 这是一种层面的恐惧 是物质深的存活 但是你个性的存在 你作为一个人 也总是被你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威胁 这些威胁不仅在大街上 也存在在你家中 在家里 有人总是踩到你 也许不是实实在在踩到你的身体 但是会以很多其他方式踩到 你的物质身体如此渺小 也许会被忽视 但从个性来讲 你是相当庞大的 在工作场合或者在家里 你把自己扩展开来 人们总是踩到你 所以你总是处在被消灭 或者被损害的恐惧中 所以个性受到的威胁 比这具小小的身体更多 如果你可以创造一些相当安全的物质环境 这具受威胁的小小身体 可以得到妥善照顾 但你的个性一直处在威胁之中 恐惧的根源 只是你以哪种方式存在 作为一个物质存在 或者作为一种个性存在 你都是作为一个局限的人而存在 当你作为一种局限而存在 有人会戳破这个肥皂泡 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 灵性修行 意味着你自己来戳破这个肥皂泡 你可不想等你的老板来戳破 等你的孕母来戳破 等你的邻居来戳破 或者等着魔鬼来戳破 你想要自己戳破它 如果你突破这个肥皂泡 如果你不再把自己 作为一个有限的人 或有限的身体来体验 如果你的体验可以延伸 超越这个局限 你会发现 产生恐惧的基础 就被消除了 恐惧消失了 自然就会走向 一个喜悦的存在